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东风充满肚腹呢 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 你是废弃敬畏的义 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 你的罪孽只叫你的口 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 你自己的口定理有罪 并非是我 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 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 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 你曾听见神的秘址吗 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 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 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 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 比你父亲还老 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 你以为太小吗 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 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 使你的灵反对神 也任你的口发这言语 人是什么 竟算为洁净呢 妇人所生的是什么 竟算为义呢 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 在他眼前天也不接近 何况那污秽可赠 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 我只是你 你要听 我要述说所看见的 就是智慧人 从列祖所受 传说而不隐瞒的 这地唯独赐给他们 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 恶人一生之日 取劳痛苦 强暴人一生的年数 也是如此 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 在平安时 抢夺的避临到他那里 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 他被刀剑等候 他漂流在外求食 说哪里有失误呢 他知道黑暗的日子 在他手边预备好了 急难困苦叫他害怕 而且胜的他 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 他伸手攻击神 以骄傲攻击全能者 挺着景象 用盾牌的厚凸面 向全能者直闯 是因他的脸蒙上之油 腰积成肥肉 他曾住在荒凉城裔 无人居住 将成乱堆的房屋 他不得富足 财务不得长存 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 他不得出离黑暗 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 因神口中的气 他要灭亡 他不用依靠虚假 欺哄自己 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 他的日期未到之先 这事必成就 他的枝子不得清律 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 畏首而落 又像橄榄树的花 一开而泄 原来不敬前之辈 必无声誉 受贿赂之人的帐篷 必被火烧 他们所怀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罪孽 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那我们刚刚读完了这个 叶博局第十五章 这一章一开始呢 就是第二回合的辩论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的局长 叶博的三位朋友所说的一句话 通通都被叶博否定了 所以呢 应若这个否定 他们很不高兴 所以呢 从第十五章开始 就有第二回合的 回答的开始 所以呢 他们说话 接下来的说话 就会更加的严苛 所以首先发言的 就是一例法 也就是最年长的朋友之一 他说话呢 有分成两大端 第一呢 就是第二节到十六节 内容的就是 他很严厉的 选择叶博的罪恶 他始终相信 叶博是因为犯罪而受苦 他认为叶博说话 不是虚空 以及无意呢 那更是无稽一失的眼里 就好像有东风 充满了叶博的毒妇 也就是说 他不敬畏神 他满肚子里 都是一大堆的垃圾 他还说 叶博在死人面前 阻止了金钱人的心 那么而且 也就是指叶博 不肯认罪 很顽固 也不肯祷告 所以叶博所说的话 就是来自于 他自己的罪孽跟诡诈 如果叶博 你是智慧人 是敬畏神的人 是义人 那么你就不会这样 换句话说 很直接的 叶博 那你不是智慧人 也不是敬畏神的人 也不是一位义人 那么呢 以利法认为 叶博是什么人呢 他认为叶博呢 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 他认为解析 这个智慧的来源 有两个 就是第七节到第十节 第一呢 就是智慧来自于死的启示 所以他就问 他说 你曾听见神的秘词吗 意思说 叶博 你未曾见过异象 所以呢 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第二呢 他又盘问叶博 第二他是说 来源就是 随着人的年龄 的增加而有的 所以他就问叶博说 你是不是第一个出生的呢 当然不是 其实叶博是一个晚辈 那这是还有许多年纪更大 摆头发的前辈 所以叶博你绝不要半门弄斧 自以为聪明 那借做了一例法呢 他就慈悲叶博 你是很傲慢的 说他的眼冒出火星 意思说叶博 你为何生气来反对神呢 那对叶博所言 自始至终都忽略了人的不解 吞喝罪孽 好像人口口客喝水一样 所以呢 一例法呢 就用很温和的言语 来安慰叶博 那其实呢 这些所谓的安慰 更加激怒了叶博 叶博也真的火星星 就是被这些所谓的 一例法的安慰的话 把他毙了出来 那么叶博曾经讲过 恶人会毙是有恶报的 反而会兴旺 但是一例法呢 很不同意 就在第二段 就是17到35节 就用了总共有11点 来证明叶博有这些造语 是由于他的毒害罪孽跟诡诈 他要证明 叶博恶人是有恶报的 而叶博现在 申受这个恶报 就证明他是一个恶人 所以这一次呢 一例法的指责 就比上一次更严厉 也加之了叶博的痛苦 使得叶博呢 真的 本来朋友是要来安慰他 反而给他带来 更大更大的困扰 更痛苦 亲爱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新竹的年乐呢 可能有比一些弟兄姐妹 来得更久更长 那可能我们在 中弟兄姐妹当中 我们就是属灵的前辈 但是呢 我们必须知道说 有时候呢 虽然我们是属灵的前辈 但是有时候 当我们在 帮助其他人 在所谓的鼓励一些人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用错了方法 我们用施压的方法 来让他们听从我们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一定完全对的 可能我们所看的 所传授的 只是片面的真理 因此呢 我们要常常 预备我们的心 要学习谦卑 也有缩较的心 我们不要学 不要有所谓的 自以为聪明 那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以祷告 来回应今天的信心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祢 让我们能够 蒙恩得救 在祢的面前 是的主 虽然我们 有时候信主的年乐 比一些的晚辈来得久 但是帮助我们 常常都预备 我们自己 有一颗 收教 以及谦卑的心 主啊 当我们帮助一些 弟兄姐妹 要来安慰 或者鼓励他们的时候 让我们不要有 错误的动机 又或者 又错误的方法 来施压 来让他们 降服在 我们的花园的当中 主啊 让我们常常都带着 劝卑跟受教的心 无论我们要帮助 哪一些弟兄姐妹都好 无论是晚辈都好 跟我同辈都好 让我们都以祷告 寻求神的指示 然后愿意 听从上帝的带领 然后来鼓励 造就这些弟兄姐妹 就好像我们在想 如果 以利法虽然是 年长的 这个朋友 如果他能够用一个 很正确 很同利 也能够很 这个 中性的方式 来鼓励 叶博的话 我相信 叶博 在当中 也会得到安慰 所以主 我们谢谢你 透过叶博集 第十五章 给我们很多 属灵的教导 也让我们这些 做前辈的弟兄姐妹 常常会学习 前辈 就是所谓 活到老 学到老 让我们常常 都有一颗受教的心 好 在我们在好多方面 常常都有所学习 主啊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靠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祈求 阿们 嘿 弟兄姐妹 大家好 谢谢你们收看 我们的灵修资料 如果你喜欢 我们教会 所制作的灵修资料 那么就请你 记得点赞 并按订阅按钮 来支持我们 好让你每一天 能够按时的 收到我们的灵修资料 盼望每一天早上 我们能够 陪伴大家 来喝一杯 鼠林的咖啡 请记得点赞 跟按钮 来订阅 谢谢